1. 间歇拳喷发前 冰岛就在间歇拳喷发前几分钟,水流会聚成一个大大的水泡 2. 雪烟葱 北极地区这些喷气孔让地底火山产生的蒸汐喷出来 在北极地区,只要这些热气离开地底,就会瞬间结冰 于是在火山口附近形成了大量雪烟葱 3. 间歇拳喷发前 冰岛就在间歇拳喷发前几分钟,水流会聚成一个大大的水泡 4. 珠网田野 澳大利亚这里有成千上万张珠网 形成原因是有数千只珠,一逃避洪水而迁徙至子 5. 丹霞地貌 中国这些多态的岩石壁形,是红色沙石和矿木沉积数百万年的结果 风雨将它们实刻成多种形状 6. 冰甲烷气泡死亡生物体腐烂时,被细菌分解,会释放出甲烷气体 当甲烷被困于冰中时,就会产生下图的景象 记得观看时不要吸烟 7. 永不停吸的雷暴 委内瑞拉卡塔通博河口有一十分特殊的雷暴天气,被称为卡塔通博闪电 这中雷暴一年中大概有160天左右,每天10小时,1小时284闪电 因为闪电多,产生的臭氧十分可观 8. 大蓝洞 伯利兹这些巨大的水底洞穴形成于遥远的地河时代,当时的海平面与今天完全不同,许多海底环渡暴露在地表,蓝洞可能是当时的七十形成的墙后又被海水灌满 9. 蒸汽塔 冰岛由于强烈的地热活动,这些阴纷的蒸汽塔加善极光,看上去像是地外星球,妖灵,罗赖马山,巴西山的四周是整整齐齐的断面,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理地形之一,因为如此特殊的地形,这里有许多独一无二的植物群众和动物群众,大自然的力量真的很奇妙,我们也应该多去接近大自然,你有过亲近大自然,感受大自然的经历吗? 感谢观看